大家頂姐妹 晚安 感謝神又一個星期 大家平安和喜樂過了一個星期 在神的話語裏做見證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先好嗎? 慈愛的巴天父 姚和華 你的名是當受清重的 主是因為你是配得上 你是創造天地萬物的真主 主要我們特別感謝你 今晚給我們有這個美好的時間 可以聚集一起 彼此鼓勵 在你的話語裏面摘根 主要當沒有疫情而先 我們正常在教會生活的時間 將我們現在回顧非常珍惜 但是我們當時沒有盡我們基督徒的本分 去彼此造就 去學習你的話語 去傳你的福音 主要當我們現在在疫情裏面 就好像以色列南國滅亡以後 秘魯到去巴比倫 在這個七十年裏面 我們現在在這個疫情裏面 不知道要等到幾時 才可以回歸回去我們實體敬拜 和出去傳福音的時間 主要在這段休養的時間裏面 主要求你讓我們不要懶惰 好好裝備我們 以至到我們等到你的時間來到 將撒旦魔鬼打退 讓我們回到我們正常可以傳福音 可以出去探訪 可以彼此造就的時間 讓我們在這個時間裏面的裝備 讓我們能夠為你造建正榮 要你的命 主要特別感謝劉牧師的獻賞 讓我們有這個基礎 也都這麼真理的課程 以至到我們可以彼此鼓勵 主要我們今晚的時間 是學習信心和卸罪 主要我本人是有限的說話 如果有遺漏和表達不清楚的 求聖靈保足 我們將以下時間 恭敬地擺上 求你保守帶領 我們祷告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命求 阿門 好 好 看不看得到這個鏡頭? 看到嗎? 看到 OK 我們繼續第三課 第三課是這個新生命課程的第三課 我覺得大家 劉牧師每次都跟我們溫習 其實我們共有多少個課程 大家知道嗎? 全部有多少課? 應該是18課 18課 以前我們在中國人看到 少林寺那些弟子練功 他下山之前 他都要經過一個牧人行 打牧人行裡面18班武藝 各樣街通 之後就可以下山 我們希望劉牧師給我們這個 我們熟平的牧人行 18課 課程裡面很基本的 將我們自己的信仰摘根 將我們的意志向外來推展 向外來傳福音 今晚是第三課 我們開始 大家一起來 感謝神用心 還有用靈誠實來學習 好 我們第一課的時間 我們曾經提過 很短時間我不重複太多 是什麼? 主題是 得救的確據 就是什麼? 成為神的兒女 記不記得 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怎麼唸 凡接待他名的人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是他們拼命作神的兒女 OK 這個是牧人行第一個武功 然後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就開始第一課就是這樣 是不是? Eva 多謝你 好 第二課的時候 《重序悔改》 《馬太福音》三章八節 是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背到? 要結出果子內 有個悔改的心 雙情 是不是? 我們悔改的心雙情 多謝Polly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看不到 現在看到的雙情 今晚我們開始第三個主題 叫做信心和卸罪 從罪悔改 是我們單方面犯罪的人 願意悔改 但是 向誰悔改呢? 向神悔改 神有沒有卸臉我們呢? 這就是第三樣的事情 我們只是做了單方面 神給了我們一個應許可以這樣做 之後神就會step in 那今晚就講的 step in 這個主題就是 信心 你有什麼信心? 你確定到神會捨你的罪呢? 那我們今晚看到 今晚的金句 在《使徒行轉》 十章四十三節 一起開聲用心 來讀一讀好嗎? 眾先知 也為他作見證 說 煩什麼? 煩信他的人 必恩他的念 不得無射罪 這個呢? 我們不知道 神叫我們 前面那兩件事做了 做神的兒女 做神的兒女 他有要求就是說 你要悔改 那悔改之後 我怎麼知道他射不不射罪呢? 這個今晚就解答了這個問題了 今晚的主題就叫做信心 那就分開幾樣東西 信心是一個大題目 這個信心從哪裡來的呢? 另外呢 就是卸罪 卸是一個主動的 罪是一個我們所犯下的事情 這樣 那我們看看這幾樣東西分開來講 看看是什麼 其實整個課程 劉牧斯編排都給我們很好的 每一個課程的主題呢 是跟下面的主題是連結的 連續下的 所以將來我們能夠上到這18課呢 將來實體去傳福音的時間呢 我們就有這個信心 全部都有連結 所有人問的問題都有連結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細節都可以 自己可以解答 好了 第一個問題就是 剛才我們看到了 什麼叫罪呢? 橙色這裡是罪了 我們自己問問 第一個問題由最基本開始 反撲歸真 我們不去到複雜的 什麼叫做罪呢? 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什麼叫做罪呢? 不得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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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大家都沒有罪嗎? 沒有犯過嗎? 唉 affairs 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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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惡 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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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得罪一下 很具體 一些說話不好聽 言語上得罪人,是不是? 還有呢? 小氣 小氣 還有呢? 憧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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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少? 不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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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怨 苦毒 說謊 貪心 想一些不好的東西都是罪 OK 這些呢 是罪的類型 但是怎麼為之罪呢?什麼叫罪呢? 知道應該做的不去做 應該做的去做 應該做的不做 應該做的做 不應該做的做到 不應該做的去想 不應該想的去想 不應該去想就去想 不應該去想 比較廣泛一些 概括到 不需要這麼細節 但是能夠 表明到罪的本質是怎樣的 怎麼成立一個罪 我記得Polly昨晚問過劉牧師 她曾經 早幾年前 還沒投入教會 信職之前 去領主餐 她都不知道什麼事 所以Polly有一個罪咎感 就問劉牧師 是不是?那晚 就說我怎樣 那時候 我也不知道 劉牧師怎麼回答你? 記得嗎? 我想我是信了主的 那時候已經是 是啊 信了主 不要緊 我信了主 不知者不罪 她說 這個就是基本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知道什麼罪 有時候有些叫做 definition 你們可以自己知道的 有時候牧師不在 你都自己知道 你自己是父母 你都應該知道 是不是? 如果你的兒子 得罪你 如果你不告訴他 他聽什麼不對呢? 他不算是得罪你 是不是? 所以我們反撲歸真 回到這幾樣東西 好了 那我們就再share OK 什麼叫做罪呢? 剛才大家分享了很多細節的東西 還有一些具體 還有一些是比較廣泛的 OK 我們第一樣東西 明知故犯 是不是? 剛才Polly所說 是不是? 我們做父母的就知道 那孩子應該很貼身的 因為你有小孩子 你不會無緣無辜 你都沒有告訴他 不可以做這件事 你就拿藤條打他 是不是? 那你不會這樣做 因為你都是一個父母的心腸 神也是這樣 你明知故犯 在雅各書裡面 四章十七節 大家一起讀 人若私道行善 一百瓶龜 一百分之四 是不是真正說行善 我不去做善事 我不去做一些好的事情 是不到這個善的意思是這樣 這個善字不是說行善事的 是說對的事 在你的心裏面 神在你的心裏面 如果你信了主 有聖靈在告訴你 哪一種對 哪一種不對 哪一種可以做 哪一種不可以做 意思就是說 人若知道哪一種對 而不去做 你這件事就是罪了 但如果你不知道 好像阿波利說 我那時候信了主很久 但我沒有去追求 你明知道要去追求 你不去追求 都是罪 但你不是明知道去追求 你是因為很多環境造成 教會沒有這樣的課程 又沒有人鼓勵你等等 你不是專程去避開語學的 這個就不是你所知的 所以就不當是罪 這個是其中一個聖經指示給我們的 罪的開始來定義 第二呢 是什麼 違背上帝 違背上帝 這些對的事和不對的事 是有一個對象的 你對不對 是對我的愛人 或者對我的兒女 這個不是罪的定義 主要是我們現在在說靈性的罪 所以我們的對象是對神 我們違背了神 若果知道是不對的 對神是不對的 那我們是對的 我們都不會行 就是我們的罪 另外一個例子在哪裡 說違背了神 其實很多的 我們就講最初 我們的元祖是什麼事情 是違背神呢 大家看不看到 耶穂華 神吩咐祂說 即是吩咐阿當 圓中各樣樹上的果子 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 明知說得很清楚 分別是六樹的果子 你不可吃清楚了吧 夠不夠清楚 明知故犯這個字 因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創世紀第二章十六十七節 我就不講第二章 在第三章那裡講 他比蛇引有 明知故犯那裡 我不講了 這裡神已經很清楚 在他未犯罪之前講了 而我們的始祖是明知故犯 我們現在知道了 罪的定義是什麼 很清楚 剛才Eva最初有講 更加清楚的 在羅馬書第幾多章 第三章二十三節講什麼 有沒有人懂你嗎 羅馬書三章二十三節 世人 世人都犯了神 清決了神的榮耀 是的 這個是最清楚的定義 但是當很多人都未認識神的時候 他就很不明白什麼叫規決神的榮耀 是不是 我們大家信了神的已經清了規決了神的 本來人和神在最初的時候 在伊甸園是很親密的 人和神是完全很貼身 完全沒有距離的 但是當違背了神 上帝的命令之後 神和人之間就有一種隔膜 一個避免 我們稍後會繼續看下去就知道了 另外一樣 剛才解決了第一個很小的問題 也是最基本的問題 什麼叫做罪 現在我們又分享一下 最大的罪是什麼罪 最大的罪是什麼罪 我們做了基督徒這麼久 哪個罪是最大的呢 知道神不當祂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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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呢 聖經說 聖經說 涉足聖靈最不可恕 OK Poly說涉足聖靈最不可恕 很清楚 還有沒有 不認識神 不認識神 是的 跟Eva是同一個原理 認識他都不認他 不認識神 如果沒有人告訴你不認識神 你不是罪 但是有人告訴你 你又問了很多問題 你很真心去問 而解答了你的問題 你都是不信 這個叫做unbelief 不信 不是有懷疑 不是你還沒清楚 你有懷疑的時候 你不是一個罪 你去更加找清楚 但是當你清楚了之後 你都不信 那就有問題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看一看 看一看 OK 這裡聖經有告訴我們 約翰福音三章十八節 一起用心來讀 心和口來讀 信他的人 信他的人 不必定罪 用心而不信信的侍 奈分心之自明 不必定罪 你看沈聰和Eva 說得很清楚 最大的罪 最大的罪 是這個罪 不是那些奸人的罪 不是說那些奸人的罪是可以犯的 而是說在神的眼中 所有的罪都可以卸臉 但是當你明知道神是你的做物主 創造你的 好像你的親生爸爸 明知道他是親生爸爸 給了證據給你看 你也都問了 給了證據給你看的 但是你都堅強不認他的 這個就是最大的罪 所有的恩典都由因為這個罪而斷絕了 這個大家清楚 讓人福音三章十八次 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什麼罪是不可以赦免呢 Polly就有先見之明 剛才已經說了 差點罰了五元而已 Estella 這些我剛才所說的 因為有些沒有英文 就未必會明白 如果你有不明白就馬上問 如果過了我就不記得 好不好 大家是分享的 現在我們在說什麼罪是不可以赦免的呢 在馬可福音三章二十九節 大家一起讀一讀 這幾何謹根本《해야是不可以赦免的內藏西圖》 在唐崇榮牧師的一本《難題解答》裡面 他很清楚說什麼叫蝕毒呢 當你蝕毒聖靈的動作那個motivation是什麼呢 就是說不但不尊重不respect 而且更正式公開的攻擊聖靈 還有污辱他 就是說一些污衛的說話 其實你已經清楚是有聖靈 清楚神的存在 但是你不信不得已 你自己不信不得已 還要攻擊他在公眾面前來污辱聖靈這個名字 或者他的慧革的 另外一段在希伯萊書也提得很清楚 證明為什麼神對這件事這麼嚴重呢 我們看看希伯萊書第十章二十九節 說什麼呢 一齊讀讀 博方淺穩達神的兒子 將那始他乎成性之虐的平之秋 決王主明星 又涉萬師恩性的生靈 你無實想,他要受益的佛法,該總要加重 這就是希伯萊斯所說的 耶穌的保血在身血裏面白白流出來 如果你這樣明知固犯的話 你就是蝕毒了聖靈的恩典給你 這裡看到了什麼罪是不可以卸免呢? 當你蝕毒聖靈的罪公開來講是不可以卸免 蝕毒聖靈的福音三章二十九節 第四,一直帶上去,是有連貫性的,是有疑問的 不是無厘頭的,是不是? 第四個問題,天父差遣保衛斯 什麼叫保衛斯? 聖靈 聖靈就是保衛斯 來我們的世界上的目的是什麼? 中土搞到我們 看到了,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疑,為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為罪是什麼意思呢? 他來到的時候感動人,我們每一個信主 大家都可以投入這句金句 當你信主的時候,那一撒冷是不是你讀了很多科學? 是不是你讀了很多文學? 是不是你讀了很多藝術?是不是這樣? 不是,因為當時聖靈在你裡面動工 讓你知道自己有罪 你以前知道有罪是很抗拒的 我沒有犯罪,我沒有殺人,沒有犯罪 但是當時神藉著某個獨傳道人或者你的童工 或者你的好的基督徒在你面前作一個見證 你會感動到當時說的不是殺人放火的罪 是剛才雲春和Eva所說的 當你不信的時間,罪已經定了 現在你承認,你知罪是知道這個罪 已經讓我知道了清楚,神是我們的創造者 而我以前是不當它是惹的 現在精靈感動我,我知道這個是我最大的罪 之後怎樣呢?惠義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知道了之後,我就怎樣? 悔改,什麼叫悔改,記不記得?上次我們提過 悔是包含什麼的? 你的心思想要一個U什麼? U-turn 改是什麼的?記不記得? 那是一個行為來的,是不是? 有一句金句說什麼?在申言書裡面說什麼? 正式的悔改,有兩件事要做 第一件事是什麼? 軟,是軟什麼? 軟來罪惡 軟來罪惡惡,是不是? 近呢?是親什麼?親近誰? 正明 親近夜和華,是不是? 記得了,很簡單 劉牧師給我們這麼簡單的東西 我們就要用一些簡單的東西記在裡面 就不需要說去念那些東西,是不是? 一個軟一個勤 你做了這兩件事呢?你才叫悔改 到最後呢?聖靈來第三個目的是什麼? 為了審判,為什麼? 聖靈,將恩典,這裡寫錯了,詩典 恩典,施行出來 為什麼聖靈這麼重要呢? 剛才,波尼提到出來,是不是? 為什麼會這麼重要呢? 是不是他比聖父聖子更大呢? 所以就說他得罪他就不捨得呢? 得罪耶穌都可以呢?為什麼呢? 下面就說了,所以聖靈是直接與罪人 就是我們,我們未信主之前 發生交通的第三位一體 三一神的第一個遺格 就是聖父聖子聖靈 最先和我們接觸感動我的 不是聖父,不是聖子 是聖靈,使得我們的心裡感動 這樣之後我們罪人呢? 還沒有到聖子耶穌基督的面前 二先,第二才到耶穌基督 感動了我,我才去到耶穌基督面前 來承認祂為救主,是不是? 然後呢,就是先受到聖靈的感動 剛才說了,所以聖靈是第一個與我們接觸的 之後呢,然後就預備 天父在萬世以前預備了一個救恩 耶穌基督在二千年前 在十字架上就將這個救恩 釘了自己被釘死,為我們的罪 成傳了這個救恩 成了,是不是? 之後呢,聖靈呢,就做最後一個工作 耶穌升天之後 聖靈就在世上,在每一個人的心裡 就動工,在每一個人聖到福音 受到感動,就是藉著聖靈的感動 所以記得剛才 為什麼得罪聖靈是不能夠赦免呢? 因為如果你一得罪它,就好像放了一隻紫妖 英文的 阿拉斯特拉 子妖是什麼呢? 英文是Kate Kate Kate是需要一條很幼的線來連貫 Kate是救恩 耶穌基督成全了 本來我們與它有聯繫 一直都聯繫著 這條線就是聖靈 如果你把這條線切斷了 你是沒有辦法去到基督面前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最受感動的是聖靈 是跟我們接觸裡面的 所以呢 如果你現在 在三一神、真神面前 施恩座的面前 第一位格接觸你的是聖靈 如果你拒絕了它 就沒有辦法去到第二位格 聖子的面前 是不是? 承認耶穌基督 沒有這個透過耶穌基督聖子的名字 奉耶穌基督的名字 你就沒有辦法去到聖子 去到神 拒絕 射罪的恩典和權利 現在我們在說射罪 射罪是誰可以射罪? 是聖父 聖父可以射我們的罪 藉著聖子奉祂的名 由聖靈的感動 藉著聖子的名 去到聖父面前 它可以射免我們的罪 所以這個是它的權 如果沒有這個射罪的權 給你的時間 你變成什麼? 就滅亡了 是不是? 將來就是永遠 不能夠去到神的面前 好了 第四個問題解決了 第五個問題 我告訴你 罪我們知道是什麼 罪我們知道是什麼 但是罪有什麼結果呢? 你犯了罪有什麼結果呢? 我們看到有什麼結果呢? 聖經講羅馬第六章 二十三節一起讀讀好嗎? 因爲罪的功價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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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罪有什麼好呢? 有什麼不好呢? 罪的功架 它的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死了 英文死就是死了 死的意思是什麼呢? 有幾個 劉牧師跟我們很簡單講了 死的意思有三種 第一 人和神 當你一犯了罪 為什麼? 神是什麼呢? 你記得我們讀《尼美記》的時候講過什麼? 神是聖什麼? 神是聖結的 不可以當有罪為無罪 神真的很想跟我們親近 但是有些東西 祂的屬性不讓祂跟我們親近 因為祂不能夠當有罪為無罪 是不是? 所以祂要教利美人 要怎麼樣呢? 來自己成為聖結 所有的意識列文 神才可以跟祂親近 如果死的意思是其中一樣的就是 我們跟神隔絕了 因為有罪在中間 中間有一部玻璃牆 現在是12寸口的 好像磚一樣的 但是透明的 遮住了我們跟神中間一共隔膜 我們說話 我們完全神聽不到 我們祈求神完全聽不到 我們怎樣讚美 神聽不到 是不是? 我們只是如果我們有親近神的時間 可以看到神 看到神的形象 是不是? 所以就一樣呢 人神就隔絕了 好像完全斷絕了那樣 第二樣的象徵是什麼呢? 死的字就是說 人的肉體和人的靈魂是分開了 是分開了 當我們離開世界的時候 記不記得我們進入世界的時候 怎樣成為一個活人 記不記得? 從事的誰記得? 用什麼來做的?我們是? 不是我們用來做的 不是我們用來做的 是神用來做了一個人 之後呢 祂還是一個死人 怎樣才會維活人呢? 吹一口氣 人在祂的鼻孔那裡吹一口氣 所以當我們離開世界的時候 我們就斷了一口氣 那麼我們就 離開世界就叫做死了 所以這個是第二種死的現象 第三種呢 這個比較深入一些 是什麼? Unbelievers 未信的人 當他在活著世界 有人跟他傳福音 他聽到了 問過了 有了答案 但是他怎樣? 他是不信 他不是懷疑 不是 我還有些事情懷疑 我未曾清楚 他是知道了 而是不肯信 真的嗎? 不肯信 這樣的時間呢 將來死了之後怎樣? 死的時間 現在在說那個靈魂 不是在說肉體 他的靈魂呢 就會怎樣? 進入去火湖 將來新天新地是沒有了地獄 這個名詞的了 在這個 千禧年的時間 這個樂園還有 樂園裡面就分開 一邊就是信了主的人 另外一邊就叫做陰間 未信主的 去到千禧年以後呢 進入新耶路撒冷 有天國的時間呢 這個白色大寶座審判的時間呢 所有人都在經那個審判 審判之後呢 如果都沒有信主的呢 那些就掉下去火湖 就沒有地獄的 火湖 跟撒旦一起 所以未信者 其實就不應該說未信者 叫做不信者 對不起我這裡寫錯 不信者 死後呢 就進入火湖 永遠滅亡 這個呢 就是罪的結果 那有一個問題了 我們是人 我們是犯罪的那個人 我們犯罪的人是得罪了誰呢 誰被得罪呢 是不是有個對象的嘛 如果不是 好像我們中文說 我們中文字是一個我字 一個你字 如果這個世界上以前 只是得罪了一個人 是你的而已 那會不會有個中文字 叫做你呢 或者我呢 是不需要的 因為只有一個人 是不是 明白嗎 你我 因為有這個你字 一個我字出現 因為有兩個人在這裡 有一個對象 一個主動 一個被動 是不是 所以才要分你和我 是不是 那所以呢 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是對一個對象來犯罪 這個對象是誰呢 就是神啊 神啊 我得罪你 是不是 這個我們清楚了 好了 我們記得 在舊約裡面 約室是一個好的榜樣 提過這個得罪神 記得了嗎 在《創世紀39章9節》 《子在者家》 記不記得這個故事嗎 約室連到埃及 在一個法老那裡來到 後來他坐了監 坐了監之後解了夢 解了夢之後呢 那個監獄長呢 就把他提拔 去到法老面前解了夢 之後呢 法老就重用他做宰相 但是還沒做宰相之前呢 他在那個 那個 是不是叫監獄中 《波提伐》 《波提伐》 《波提伐》是那個 不知道什麼官 是不是那個 士酒的那個官呢 在家裡 那個主母就是他的太太 那個 就引誘他 犯罪 因為他是很俊美的 當有一天引誘他的時候 他就叫做 廣東話叫做 武鞋玩劇酒 是不是 主母引誘他上床的時間 他怎麼樣 他連外婆都丟下 其實沒有人看到的 他不用這樣的 是不是 不需要走的 或者不需要那麼害怕的 因為約室 他的心裡面是有什麼 好像大衛一樣 是時時什麼 當神有道 每一個地方 神都有來觀看著他 所以他當神有道 所以他講了一句話 得罪神 在什麼時候 沒有人看到 就算沒有人看到的時間 神都看到我 我是在得罪神 所以我不會做這件事 這個對象就是神 凡是我們犯罪 對象是神 人是一個中間的個體 第八個問題出現了 剛才說了 對象是神 那誰有權來射罪呢 誰有權來射罪呢 誰有權來射罪呢 神 神嘛 被你得罪的那個 我們記得 我們有時候講到這些問題 都不是很明白的 比方 我有個兒子 被一個人殺了 謀殺了 之後呢 法律呢 就捉了那個謀殺的人 判了他坐牢十年 那麽在法律上 他好像承擔了這個罪 沒事了 八十年出來 但是他有沒有給這個 被殺的人的家庭來寬恕呢 來射免他的罪呢 有沒有呢 有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啊 是不是 射不射罪的權在一個被害者身上 是不是 法律只是一個中間的戒體 來做了一些事情 是人的計算 罰他多少年 要他苦工等等 但是現在在心裏面 你殺了我的兒子 要麼我的兒子還沒死 他自己可以射 可以射罪你 另外就是他最親的那個就是 爸爸或者他的太太 他可以原諒你 所以被害者或者他的家屬 是有權 來射免你 那權兵射不射免你呢 那今堂我們的主題就是射罪 就在哪裏 在神那裏 誰是被害者 被得罪的 神 是不是 所以神呢 就有權射你 所以我們有問了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射罪 那麽說射罪 你都要那個人有權才能射罪 是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 每一個題目滲透下來 就是講的邏輯 他誰 你不行 我不行 誰才行 是那個被得罪的 就是我們的神 是不是 好了 這個我們看看 解釋為什麽 神是會有這個權兵 你是得罪神那個人 是不是 神就是什麽 是主耶穌得罪你 這個你字不是我 他剛才講的圖畫裏面 神啊我得罪你 這個你字就是神 神就是什麽 也是主耶穌 是不是 也是創造者 還有很多個名詞 他的偉大 我們不說那麽多了 但是我知道他是創造者 我們是什麽 我們是什麽 我們是得罪人那個 是不是 我們悔改那個 我們是人 我們是罪人 我們是被造那個 剛剛相反 一個創造一個被造 大家是完全沒有得比的 是不是 是 是怎麽說 是蚊和牛 都已經給不起 是不是 就是完全沒有得比 創造一個被造 是不是 當我們得罪了神的時間 那個 結果是什麽 剛才講過 死 死 是不是 當我們得罪了神的時候 與神隔絕了 完全沒有關係 根本 我又不認識你 你又不認識我 我又聽不到你 你又聽不到我 你和我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就不關我事 你有你的問題 我有我的問題 是不是 所以我們永遠就會滅亡 藉著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我們第一課講什麽 有兩件事做什麽 我們煩什麽 煩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 信靠他的名 這件事做了 加上悔改 和神有一個關係 之後 剛才神本來和我們沒有關係 現在變為我們的誰 師父 本來完全沒有關係 變為我們爸爸 而我們 藉著耶穌基督這個橋樑 這個木橋一過去 踏過去 我們這些罪人變了什麽 什麽叫清義大家明白嗎 什麽叫清義 清義 清義是什麽意思 義人是什麽 是不是很有義氣的人 honorable honorable ok 正式這個字 知不知我們解個中文字 上面有隻羊下面有個我 誰是那隻羊 耶穌 耶穌基督為我 為下面這個人 這個罪人 獻上之後 怎麽 本來神 在上面那裏看得到 神和人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藉著耶穌基督一隻羔羊 為我們獻上這個使命 在十字架上呢 那我們怎麽 我們是否還是罪人 本來是 是的 但是現在清義是什麽 神是當看不到 因爲什麽 因爲什麽 因爲那一滴血 遮住了天父對眼 明不明白 我們依然還有罪 所以我們在世界中 還有犯罪的那種經驗 是吧 記住了 清義是這個意思 好像 如果你不明白這個 很多時候傳福音的時候 沒有辦法解釋給人聽 我們依然還是一個罪人 但是被歡恕的罪人 神藉著基督耶穌的滴血 在神的眼中 是已經遮蓋了我們的罪 這個很清楚了 這些很簡單的東西 不需要讀神學 但是很清楚 可以解釋給人聽 他接不接受是人家的問題 但是傳不傳給人呢 是你基督徒的本份 在十字架上的高潮 就是救恩 罪人一個出路 直著十字架 我們的罪人有條出路了 是吧 公義的神 耶穌基督 是代替了我們不義的 不應該在十字架上的人 但是他上了十字架為我們 沒有罪的人 代替了我們有罪的 曾經為罪人 死了 記不記得耶穌基督 被埋葬之後 在聖經講 他曾經進入陰間 因為他為罪人 進入陰間 後來他復活 聖過死亡 復活 得永生的盼亡 整個福音已經在這裡 所以很清楚 本來神和我們 無緣無故 因為罪的 現在直著耶穌基督 這個橋樑 我們就有一條出路 清楚了 我們在這裡再看看 第九個問題出現了 我們跟很多人傳福音 或者跟一些未信的人 或者一些不明白的人 或者很追求的人 我看到你們的見證 很感動 但是我有些問題 你們的耶穌基督 稱為救主 和其他的宗教的教主 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麼分別呢? 劉牧師和我們上課了 我們有分享過 有沒有分別呢? 教主是人 教主是神 最大的分別 OK 這個是名詞上的分別 如果你有未信的人 那就有時間爭辯了 給一些實質一點的東西 讓他啞口無言 教主 救主和他們的教主 給一些實質一點的東西 我有他沒有的 他有我沒有的 而你都認同的是什麼呢? 釋迦牟尼是否教主 是不是? 是 本來不是的 釋迦牟尼不是說自己是神 是死了之後被人冤枉的 放了上神台的 他是自己一個叫覺悟者 記不記得? 這個大家不熟悉 可以知道 另外呢 譬如現在 道教 或者其他的宗教 譬如現在摩門教 或者是耶華見證人 或者其他的宗教 他們的教主 創立的宗教 那個人 那個人 我很清楚說 那個人 跟我們的救主 有什麼分別呢? 我馬上相信 神給你這個機會 你怎麼去利用呢? 耶穌跟祂有什麼分別呢? 不知道 因為耶穌是一個真神 祂受成肉身 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而死 祂是復活了的神 復活了的主 祂住在 當我們認罪悔改接受了祂 就住在我們的生命裏面 這些大件事 聽一聽他就睡了覺走了 用一句 就是剛才你所說 祂是復活的主 和祂不同的 前面那些祂都可以同 我聽十字架 耶穌聽十字架 左右有兩個強步 祂都跟耶穌做一樣的事情 是不是? 如果你說到那裡 祂說那個人都是主 是不是? 還有很多事情 祂可能復活不了 但是問題就是 耶穌已經復活了 是的 劉牧師給我們一個比喻 記不記得嗎? 他說在西安 中國西安的地方 曾經發現了一顆叫做什麼? 社利子 社利子是什麼來的? 是佛教或者道教等等 他們的信徒 在修行當中的過程裡面 成立了一顆東西出來 叫做Crystal 叫做結晶 他們很多修道的人 就不喝東西 不吃東西的 盡量使得自己清心寡慾 在物理上 或者在醫學上 我不是很懂的 我不是專家 但是當你沒有雜物 來到身體發酵的時候 你這個人可能很清的 所以在道家裡面 叫做悲聲 它打一打一坐 它就會升上天的 另外一種叫做裂盆 裂盆就坐在那裡不動 之後它就成了一顆結晶 一顆好像Crystal這樣 現在在說 劉牧師在說 西安就找到 他說是 釋迦茅尼的結晶 叫做社利子一顆 他們就很開心 將它迎接到台灣來敬拜 這件事是好事還是不好事呢 藉著我們剛才所說的 教主和救主的分別 耶穌基督已經復活了 留下一個什麼 空的什麼 空的墳 空的墳墓 但是他們的教主已經死了 死了 他現在留下什麼 留下一顆什麼 聖利子 和證據告訴我們 很清楚 他不會說謊的 他不是去騙人 他告訴你們 而是他那幫信徒 自己有一個偏見 強硬說他是救主 是不是 很清楚 耶穌基督說 我已經復活了 找不到我了 是不是 之後怎麼樣 我們再看看 所以呢 這件事好像很簡單 剛剛有人問你的時間 你可以借這個機會 為神作見證 用很簡單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們不去利用呢 我們失了一個機會 是不是 記住了 有什麼分別 清楚嗎 還有很多的 但是最突出的 救主耶穌基督 依華說過 他留下一個空的墳 是不是 第三天 的清神 那些侍女去墳墓那裡 看到那個墳 石拿開了 空墳 另外呢 就復活的證據了 證明耶穌基督復活 留下那個果絲布 耶穌的身體已經不在了 之後有兩個天使顯現給他看 哇 他已經升了天 是不是 神 再還有一件事 我們叫救主的特色 是什麼 神愛人愛到一個地步 派祂的獨生子 降尊就碑 怎麼樣 道什麼 道成獨生 是不是 他來到世界上 他是神來的 他下來 在上面 下來 但是教主那些 普通的宗教是怎樣 他們去找神 不是神找他 是不是 他們要製造一些木柳出來 他要製造一些泥公仔出來 用水的泥來達成一個公仔 是不是 所以 主耶穌是神 因為祂是怎樣 祂是復活的主 而這個教主 所有 所有 世界上其他的教主 祂是世人 是被造的一個人 祂都是被造物 祂是會什麼 被死的 有些可以留下射利子 可能有些留下的蟲 是不是 這些是證明來的 是不能假的 所以耶穌基督是有赦罪的權定 而其他的教主有什麼 泥菩薩過崗什麼 自身難保 自身難保 是不是 他用水 用泥來達成一個實 當你過崗的時候 怎樣 水再加下去 就溶了 是不是 自身難保 這個是世人一族 只是一個比方 所以大家清楚了 救主 和教主的分別 用一些簡單的方法 來清楚告訴別人 我們所信仰的神 的真神 祂和你們的分別是什麼 第十個問題又出現了 剛才已經講到了 罪得赦後 講完了 什麼叫罪 結果是什麼 我們主和他們的教主有什麼分別 好了 我們接受了 神有這個權兵 因為祂是被得罪的 祂說OK 我赦免你 我赦免你 那你就得赦免 那赦免你之後 那你有什麼不同呢 沒有赦免你 和赦免了之後 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看到 第一 我們有平安 是不是 我們有平安 第二 有什麼 有什麼 沒有什麼 無事 有無事 沒有担忧 沒有 沒有 有平安安 記得在希臘做過奧林北克的那個城市 他們花了很多很多錢 做過安全 來防衛戰不要被人搗亂等等 很多很多的軍隊等等 他們覺得非常的公全 是不是? 好像你困在監獄裡面 你不會被人搶走一樣 但是這個是不是叫平安? 不是 不是平安 那個叫secure 是不是? 是外在的 平安就是一樣 被鎖在監獄裡面 它一樣從裡面出來的平安 一樣在享受跟別人分享的福音 完全是依賴這個是神的旨意 它完全是不會更加 這個叫平安 在裡面出來的 是不是? 那起來是怎樣? 當你有平安的時間 裡面的平安就會怎樣? 外面表達出來 你的笑容 你的寬容 你的寬容 是不是? 你待人接密的態度 那你就會表達出來 會不會特別做一個樣子 不是 而是你自然表露出來的 是一個副產品 當你平安的時間 你的喜樂就會流露出來 是不是? 那為什麼? 它問為什麼呢? 因為人的本來 它不平安的緣故 在未信主之前 未悔過之前 罪在我們的裡面壓制著我們 所以我們是沒有自由的 我們自己以為有自由 但是我們沒有自由的 那有些人說 不是啊 我未信主以前 我都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很有自由啊 那你說是不是一個自由呢? 那我們稍後看看 所以在《聖經約翰福音》八章三十六節 我們一起讀 所以天父的子 最無門就自由 耶穌說 這句金句 你說在哪裡呢? 我不記得在哪一家大學 在美國的大學的前面 是一句他大學的一個石碑那裡 是大學的格言來的 我不記得一家很出名的大學 叫我們有真自由 所以我們看到 罪得赦免之後 必定有三樣的經歷 如果你沒有三樣的經歷 那你要自己反省一下 咦 我有沒有做足悔改的工作呢? 我們有沒有真的跟神有一個好的關係呢? 那有些人就說 基督徒啊 很精神的 那什麼都說感恩 什麼都說傳人的 都說是神的旨意 是不是? 那我們有沒有遇過這個問題? 起碼我就經常遇到 我看到Cindy 在這個中醫 她經常都在我們面前說 嘿 基督徒 凡事都感恩 一樣都感恩的 吃飯又感恩 喪事又感恩 是不是? 我們怎樣回應這件事呢? 基督徒 怎樣回應呢? 基督徒 平安是一種內在的 神呢 在神裏面呢 千年如一日 在神裏面有沒有時間的觀念呢? 神來講 有沒有? 沒有 我們有沒有時間觀念呢? 有 我們有的 所以我不知道這件事是好意味壞事 很多事在我身上發生 但是表面的人情呢 我覺得是一個悲哀的喪事 是不是? 但是神是怎樣? 使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什麼? 愛神 得益處 益處嘛 如果你是愛神的人 從頭到尾你是專主偉大的人 你既然你自己是愛神的人 那你就知道聖經說 祂會使你得益處 為什麼呢? 因為祂在時間觀念 祂是沒有時間觀念 神是千年如一日 祂已經看到將來 如果這件事不發生呢 是對你更加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我不知道怎樣解釋 但是意思是 神是比我們看的東西遠 祂知是全知的 神比我們知道的東西多 我們所知的東西 認為好的東西 是一個暫時 一個短暫的一個觀念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自己解釋 祂可以不接受 微信的人可以不接受 但是我可以解釋給你 就是說 我自己看到的不好的東西 在神裡面是好的 是不是? 因為神是沒有時間的限制 而我們要經歷過之後 我們要過了某段時間 經歷過之後 我們以為是不好的事 但是我們過了一段時間 回頭看 原來如果那時候不發生這件事 我現在可能更加落入一個困境之中 所以我們感恩 所以我們讓事情都交給神 是嗎? 另外劉牧雪講過一個更加好的比喻 更加清楚的 有一個父親 他有三個兒女兒 大兒子成長了 兒子是很小的 現在是十歲左右的 第三個是女兒 他就買了一把剃刀 記不記得? 誰記得這個故事? 就送給一個大兒子 那個兒子就問 為什麼不送給我? 我不滿意 是不是? 三女兒也都問 為什麼不送給我? 我不滿意 理由在哪裡? 神做萬物 國安其事 成為美好 成為什麼? 美好 美好 是不是? 在那個時間 神給了一件事 所以我們祈禱的時間 為什麼神不給我? 我們要反省這件事 第二個兒子 他是大約十歲以下 他沒有發育 沒有鬚的 神給他是不對的時間 沒有說不給他 所以當我們祈禱的時間 你記住 可能時間還未到 神沒有說No 是不是? 第三樣 女兒子就算她是成長了都沒有用 因為那件事是不合她用的 神就會說No 所以劉牧師給我們這個比方 是非常劫切和容易解釋的 所以我們要記住 要學習當我們祈禱的時間 學習耶穌基督 是什麼? 赫西瑪利沿 他都叫神 把這個苦杯拿開多少次? 三次 但是每一次之後怎麼樣? 他都會補一句什麼? 按你的意思 不明按我的意思 是的 不要按我的意思 按你的意思 所以我們所有這些難題 生活上的難題 藉著今天的課文 我們可以實用 可以來跟別人分享 所以我在這裡看到 剛才說過 通常我們經常都遇到的 在外教 人家的其他宗教面前 他們都說 我們不確定你們這樣 被這麼多東西拘束著 一信了耶穌 又說這個做事不行 那樣又不行 那天又不可以去哪裡 那天又不去哪裡 那其實是不是這個意思? 大家明不明白 看到這個螢幕上的意思嗎? 在蘇穎智牧師的一篇講道 非常之貼切 來回應一些我們日常 差不多做基督徒 都會遇到被人問這個問題 比如你們基督徒 樣樣都說不做到 我想信 但是你們基督徒 樣樣都不可以做 有沒有這個問題? 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什麼事都可以做 但不是都有意做 是的 是的 我們明白可以這樣說 但是你們有沒有真的遇到被人這樣 好像理直氣壯那樣來質問到自己 但是又不懂得回答呢? 那我們看看 這裡很清楚講到 如果有人說你不可以吃煙的 那我們是怎樣回應的? 你可以不可以吃煙的? 你是健康的人 可以的嘛 我可以的 我可以回應的 我可以吃的 可以 不過我不吃 是的 我可以做 我不是說不懂做而已 我不是說不做可以買 我有錢買 我可以做 但是 我可以有力量去不做 人和野獸的分別在哪裡? 特別在奸淫的事情上我們看到 我在無線電視看到一個節目 叫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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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代溝 建集組 就是分兩個 關注組 關注組 一邊有三個藝員的老明星 另外一邊有五個新進的歌星 就是那些現在唱的那些 pop music 那些年輕人 他們就說他們自己現在 在這個時代我們說的 潮語 或者我們做的事情 現在他們一看到 沒多久 他們就可以去 叫做什麼? 叫做 行性關係 從他們來說是正常的 他們表達出來 好了 另外一邊的老一輩的長者 就解釋給他們聽 我們不會的原因 雖然他們不是宗教的立場 但是他們都覺得有一個道德觀念 他們就有我們這種看法 我們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們可以不做 為什麼? 如果你們這幫年輕人 一有這個衝動的時間 就要行性行為 那我問你一句 狗和動物 他們跟你有什麼分別呢? 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為什麼? 你一有衝動的時間 你就被一個衝動控制了你 是不是? 變成什麼? 你是沒有自由 你是不可以不做 你吃了煙 你上癮 你就不可以不做 但是我們基督徒 我們知道這件事可以做 我可以有能力做 但是我不去做 我有一個決定 我可以鑑別 我可以做或者不做 我可以決定 這個呢 是很清楚大家好好利用 神給我們這種智慧和簡單的表達 大家在這方面如果有分享 可以加些下去 是不是? 我們再看到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看到了 我們什麼叫做罪 我們知道了 罪的結果我們知道了 我們知道神可以借我們的罪 但是在我們的人生一生裡面 好像Paul Lee上次 我們劉牧師未上課的時候 如果有人提及這件事 我們覺得 如果不解釋到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罪咎感 我已經是基督徒這麼多年 但是連這件事我都沒有做到 現在我知道了 但是我覺得我還很虧欠神 整天魔鬼 你記得魔鬼呢 整天要在這裂我們 是不是? 是想我們和神分開 直到我們的心裡面有些罪咎感 就整天說你不行了 你這樣得罪神 你神不會再原諒你等等 在這裏來道 使你裡面困擾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記住 神給我們一個定心願 就是什麼? 借罪的信心在聖經的應許那裏 是不是? Biblical promise of forgiveness 聖經這裏有聖經文 師徒行轉十章四十三節 一起讀 因眾先知也為他作別實說 凡是他的的人 必因他的利益 得莫得的罪 是這件是肯定還是不肯定的事嗎? 或者是捨你罪還是可能會捨你罪 肯定,肯定的,哪個字要告訴你肯定的? 我們中國人就懂得什麼叫必,英文是什麼呢?我不知道 或者Estella告訴我們,必是什麼意思呢? 怎樣才能夠強調到? I think it's definitely Definitely, OK 很簡單,我們的英文就最重要了,我的英文叫must must must 不知道emphasize夠不夠強 Definitely,或者must 還有一樣,是不是有一些人可以被卸罪 有些人不可以被呢? 是不是挑選人的呢?有種族歧視的呢? 是不是? 凡信他的人 對,你是共和黨的,你可以這樣 你是什麼黨的,或者你是男的,你是女的 你是讀書多的,不是 神說什麼?凡 凡信他的人 是不是?英文是什麼? Estella Everyone who believes Everyone All All 是吧? Everyone OK 大家看到了,我們字就看到很多了 我們用一種形象記憶 不要有罪惡感 記著一件事情 當你真心悔改的時候 神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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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罪未靜我們一切的不義 清楚了嗎?一書 失了一章九節 記住了 剛才說的 我們覺得都不是很夠 給多一個定心軟利 我們 即是我們犯了罪的人 若果認自己的罪 即是悔改 悔改有兩樣東西要做 接近神 親近神 還有遠離惡事 是不是? 之後這個有權並被得罪這位神是信實的 這就是我們的依靠 所以我們祈禱經常都要記住 神是信實的 所以我們有盼望 祂說了的東西是算數 是應許 是不是? 神既然應許了我 是什麼? 還有祂是公義的 祂不是應許一些東西 就你可以 祂不行 而且祂應許了個個都可以 每個人 剛才沒有說的 抱歉 五元 沒有了 反而必要捨臉我們的罪 必了 又是說必了 肯定 是不是?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是靠滴血 是不是? OK 我們今晚的大約分享是這麼多 所以將我們全晚的主題裡面所有的問題 有連繫性的 大家看看 有十一個問題 所有問題都有繞的 有繞的 就不是說獨立的 每一個問題都有前有後 你問了這個 下面那個有關係 所以大家go through 這樣的時候 將來我們出去傳福音 這個疫情過了之後 神再給我們這個恩典 可以為祂工作的時間 我們就要利用這段時間 我們現在好像秘魯一樣的時間 在這個疫情裡面的時間 裝備好自己 之後就用盡神給我們的恩典 所以不要說誰會說話 誰不會說話 所有這些事情 梁牧師已經幫我們很簡單 在我們的口裡面 只要你是用心的 你可以表達到 你就可以為神工作 可以做一個好的建議 五個今晚的分享是這麼多